在这一节中我们探索一下OF中的背面光源阻止的技术 这边呢我们在图层中看一下它的结构 我们依然是之前的操作A和B很多灯光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灯光呢做成整体的阵列闪烁 那么上一节中我们学过了这个闪烁的灯光 然后我们也知道在这个阵列闪烁的同时 我们想让在文字后边的灯光呢不进行投射 完全被屏蔽掉 怎么样去实现 那这边我们需要呢全新画一个阻止的图层 这个形状呢我们就采用形状工具来画 这边可以选择形状工具 根据你的这个文字的大小 尝试拖动画出一个图形 那我们画的是一个矩形 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形 然后我们在它的效果中我们加一点模糊 你可以选择模糊与锐化 这边可以选择高丝模糊 或者说快速模糊 模糊的参数水平和垂直 可以尝试重复下它的边缘像素 我们开始设置它的半径 你会看到一个柔化的边缘的形状 但是可能说我们这个形状有点偏小 然后你可以选中我们的矩形展开它的变换参数 因为参数比较多 形状的途中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在这边在它比例的地方 或者说在它大小的地方尝试缩放一下 我们就把这个比例再加大一点 刚好可以覆盖我们这个文字 当然横向和纵向我们可以自己尝试去控制 包括位置的一个移动 这边也可以人工拖动修改一下 那比如说你确定好这个图形之后 我们可以在图层中找到我们的OF图层 这边类型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看前景图层 这层中给出了五个可以阻折区 那你可以选择其中的图层一 然后我们的类型一定要选择 刚刚设置的这个图层 我们画的是形状图层一 也就是这个矩形 所以在这边选择OF图层 我们的类型在这边就选择 我们的形状图层 你会发现我们选择这个形状之后 它并没有按照中间这个区域去屏蔽 那原因是因为形状加了模糊之后 它并不是标准的合成 所以我们将它嵌套一下 通过我们的图层 预合成一下 属性移动到内侧 我们让它变成合成 然后你的这些效果呢 也在合成中 我们看到OF呢 已经识别出来 形状图层合成 然后它已经将我们这个 中间的区域做了一个屏蔽 然后你只需要呢 把形状层选中 隐藏一下 因为我们只是要屏蔽它 并不是让它显示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 中间的灯光已经消失了 那你可以选中下边的图层 把这个文字显示出来 可以看一下灯光在闪烁的时候 背面的灯强度就没有那么多了 它被进行了阻止 然后再看一下OF图层 因为我们之前在做灯光墙的时候 是加了两个OF 所以你两个OF中都要选择一下 那这个图层我们也选择一下 阻止的这个光源 所以红色的光源和这个蓝色的光源 都被阻止之后 我们可以更清晰的看到 后边被挖空的这个状态 另外我们在图层中 如果你把所有的灯光 全部用副子关系连接到一个空对象上 然后空对象呢 开启一下3D 那么我们在它的这个变换属性中展开 你如果调整它的XYZ 甚至是缩放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变化 你可以通过空对象整体 去旋转你的灯光 或者说我们去缩放你的灯光 但是我们看到阻止的这个区域 它是不会受影响的 中间挖空的区域 依然是稳定保持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我们给这个图形做出动画 比如说这个位置 我们从70的地方开启关键帧 然后移动一段时间之后 你让它往左或者是往右 产生这个位置的变化 有了关键帧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光源它会有一定的变化 我们显示一下 我们让它往下移动的多一点 这样子非常明显的一个运动 让它从上往下移动 然后再隐藏一下 那么你的这个阻止的光源 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动画中看到 它是这样子实现了 但是我们在of中看到 它并没有按照动画的方式 给我们去做这种形状的演变 它只是呢 去根据你的形状呢 去做这样的一个删减的操作 另外呢 我们在这个中间空心挖空之后 你还可以根据你画的这个图形 它的这个alpha的方式 比如说它的背面 去做一个翻转 那我们选中这个图形 你可以在整个前景层的下边 我们可以去把这个alpha 透明的方式改成反向 那这样子你得到的就是 背面去做一个挖空的结果 所以这样子呢 我们隐藏一下这个图层 也可以看一下 反向之后的结果 同样我们两个of层都可以看一下 选择了相同的内容 这边alpha反向 它你只剩下了中间的这个部分 所以如果说做一些点缀 这种反向的方式也是比较的有用 这是我们看到 在of层中的使用 这种挖空的方式